我们现在开始分享吧 今天的主题是理解顺序进程间通讯 我是购业度SIG小组的成员之一 叫欧昌坤 然后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大家经常听起的 也就是购物业人所经常聊到的 那个叫做CSP的东西 因为顺序进程间通讯 就是他的英文原文是commu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es 然后这个这个名字呢 就是就是很早以前 因为有其他人翻译这个三个词 然后就翻译成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如果当我们真正的去看这篇论文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进程并不应该翻译成进程 应该翻译成一个叫过程 就是作者本人他其实是 更倾向于把这个进我们常通常意义上的UNIX的进程 来说成这是一个顺序之行的一个过程 然后那么所以这次分享就主要针对主要就来讲一讲 读一读这篇论文吧 就是1978年的时候 C.A.R.Horl 他写的这篇 这篇开创性的文章 好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 先说一下为什么要看这篇论文 当然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装逼 对吧 但正而八经一点呢就是 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 然后它 它是1978年写的第一篇关于CSP理论的一篇文章 所以 读它的话呢是对理解后续 CSP理论的一个发展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通过读这篇论文 你其实可以养成一个 利用通信来共享内存的一个思维 也就是 Go的那个教条 对吧 好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原因了 就是每个人看完这篇论文 其实收获的不一样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 读这篇文章很重要 然后这篇文章 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在它的那个introduction 和concepts and notions里面 其实是讲了CSP这个理论 它产生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然后首先它那篇文章 最开始就分析了 我们平时写程序的时候 其实用到最多的 其实就是三个结构 一个是你反复重复一个动作 要么呢 然后有一个条件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一个顺序 就是一次执行 然后除此之外呢 然后它举了那篇论文里面 举了一些其他的例子 也就是 在它那个年代 比如说像Fortune 有subroutine 还有就是algo 60 是一个procedure 然后它也是类似于一个subroutine的东西 然后像pli的话 是entridge unix 还有很多像类的话是 这个怎么读 我不知道 就是simula 这个语言 它其实也是 也是Tony 霍尔设计的 它里面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概念 然后还有帕斯卡 帕斯卡 帕斯卡有一个concurrent的版本 一个并行的版本 提出了叫做processes 还有那个monitor 像其他的像cluster form act 这些都是 当时在Tony 霍尔发表这篇论文 那个年代 大家都比较热衷的一些结构 但是呢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for if 还有一个顺序的自行 对吧 如果你对这个整个眼镜历史很感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看这篇文章 我们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然后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写这篇文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并行计算的兴起 对吧 因为其实在早在70年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引入一些 并行的硬件了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些并行的CPU 对吧 然后他有一些 他已经有一些 开始做一些并行单元了 然后比方说 甚至于操作系统 他也其实也开始往这方面发展 就是他会支持一个多边层 对吧 然后他会支持像IO控制包 这些东西 他都会 都会或多或少的引入一些并行的操作 然后 然后 这篇论文里面 其实给了一个非常 非常不是那么的很有 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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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据吧 就是说他 他说了 说了这个 他说当时他那个年代有这么多 可以写并行的方法 像什么 条件临界区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共性的 互赐区 对吧 Sema 4 是当时Dextra 他提出来的 那个信号量 然后像Concurrent Past 里面有Monitor Q 对吧 像这些 其实 他这篇文章 其实就 只是轻描淡写了 说了一句说 提出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呢 我们并 作为程序员来讲 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能够选择 选择到底是用哪一种并发形式 并发的语义更好 所以他就写了这篇文章 就提出了输入输出的原语 然后就基于通信来做同步 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后到当时当然他这篇文章里面 还提了一点就是说 他并没有详细的论证 他只是说了一句说 他的设计呢 是最简单的 最简洁的 当然每个人写的文章文都会那么说 反正总之就是他要写这篇文章 很厉害就是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这篇文章就开始 在第二个三星的时候就开始讲 他这个 他要设计一个新的语言 然后呢怎么办呢 他到底怎么能够让这个程序设计 变得最简洁 怎么让才能够用更少的设计 来解决更多的问题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全新的设计 这个 他的 他这篇论文里面 其实是设计的 就讲了 其实就 就 这样 一二三四 六 六种 六种结构 他说这六种结构 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了 然后就拿六种结构 一个是 dextra guarded command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构语言里面的一个select的语句 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篇论文里面最开始表述的时候 他把dextra guarded command 这个语句 就直接拿过来说 说到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跟条件语句 主要的区别在于 他会随机选择一个分子执行 而其他的分子就不执行 然后如果两个条件都为真的话 然后这很明显就是构语言里面的一个select 然后像为了自速变发 他借用了dextra的一个power begin 就是parallel begin的一个 并行命令 对吧 就是其中一个并发过程 然后呢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就提出了说input output command 也就是说 然后他列举了input output command的一些行为 比方说过程之间通信是做用input output 这个手段来进行的 然后这个通信的值呢 是可以是需要被复制的 也就是说他是不会在两个过程之间共享 然后呢 这个input output command 它是没有缓存的 也就意味着其实就是构语言里面unbuff的channel 对吧 就是没有buff 然后就是一个过程必须要堵塞到另外一个过程 把消息拿走 他才能够他才能够继续进行 然后同时还有像指令 也就是指令推迟到其他过程 能够处理个消息 对吧 就是unbuff的channel 然后同时他文章里面还说 有input加guarded command 然后说他其实就是等价于select 对吧 是因为你写select的时候 然后你case一下 然后你一个case 然后你再接收 你再监听一个channel 然后那个其实就是一个input的语句 然后再加上一个guarded command 就是在监听一个channel的同时呢 去select它的不同情况 对吧 然后当然很明显我们需要有一个循环操作 所以他这个设计里面还提出了一个叫repeuted command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path matching 也就是说其实是在做条件判断的时候用的 这个也是很自然 对吧 比方说你要比较 两个boolean 两个布尔茨是不是相等 这个就是path matching的一种 对吧 好 然后它具体的设计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篇文章就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设计 它是有什么组成的呢 它是有一个simple command和一个structured command组成的 要么是一个simple command 要么是一个structured command 然后simple command可以变成是assignment command input command或者是output command structured command可以是alternative command repetitive command还有parall command 所以你看其实一个程序它都是由六种结构组成的 对吧 一个是复制语句assignment command 输入输出对吧 alternative就是刚才的那个select的语句对吧 repetitive就是for对吧 parallel就是我们够人的go那个关键值对吧 然后其他的像那个no command 其实就是发用也没有 然后他说这个command list 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一个的command 就是一条一条语句吧 通过分号来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可以顺序置信的一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马上他就开始讲 那怎么去写一个并发的指令呢 那就是说如果我想要两个 让一个程序启动一个并发的过程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就是拿两根树线来划开 划开对吧 比方说他这里有个例子 就说 就说这个 比方说这个x 然后他是这里的一个什么呀 就是这个parallelcommand是由不同的prog组成 然后prog就是processing prog 然后prog是由proglabel和command list的组成 所以这个x其实就是一个label 然后这个label是由什么 是由identifier 就是一个标识服务 就是标识这个过程 它的一个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名字 就相当于个人制度的名字 函数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两个冒号 两个冒号 可以判断出来 然后这里有两个冒号 对吧 然后但是它这个identifier后面还可以再跟上一个括号 对吧 括号就指定了 你这个名字可以是由 可以是重复出现的 可以循环出现的 比方说它这里是i 是从1到m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简短的说明 其实就相当于它说了 这里一共存在了n个 n个 并行的过程 然后这n个过程呢 它会并发 它会并行并发的 在这个时候它其实并没有强调并行的概念 它就是说它们会并发或者并行的执行 但没有强烈的做区分 然后它之后的文章也是这样描述的 总之呢 就是你仔细看这个例子 对你后面理解它这篇文章 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也就是i i是从1到n的 然后identifier可以被复用 复用之变成了x1 然后是对应了cl1这个过程 x2对应cl2这个过程 然后一直到xn对应cln这个过程 然后这n个过程呢 它们会并发的执行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 然后它还举了很多其他的例子 比方说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问号 和这个感叹号的什么意思 我们先不管 总之呢 就是这里 你看到这里一个分号 你们就知道前面这个过程呢 和后面这个过程 其实是并发执行的 或者并行执行的 同样第二个例子也是一样 然后它是有1 2 3 3个 就是west x还有east 这三个 这三个并行的过程 然后他们一起并发执行 然后同时呢 你再看第三个例子的话 就是一个 然后在中间的这里 因为fork的话 它是i从0到4 0到4 那这里应该是有5个 对吧 然后这里还说错了 那这里分别是有5个 然后这里分别是有5个 那这里一共就是11个 那第三个语句的话 它就一共有11个并行的过程 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 你看它是一个指标 就是identifier的label script subscript 就是从0到4的 所以中间这里有5个fork的指进过程 然后这边有一个philosophy 然后这边也有5个 那一共就有11个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行 那就说了一共有11个过程 在一起并发的指示 然后接下来就来到这个负值 负值指令 就是负值嘛 就是从把右边的指负到左边去 然后比方说这里assignment command 它是有你是target variable 也就是你的变量 变量是等于一个表达式的 这个表达式可以是简单表达式 或者是结构化的表达式 结构化的表达式 可以是它的一个构造 构造函数 就是我们说一个结构器的名字 但这个时候没有用大括号 是用小括号 然后扩起来 扩起来又可以组成一个表达式的列表 这个表达式列表 又可以要么是空 就是你啥都没有 就是一个空的 没有任何字段的结构器 或者是由不同的表达式组成的 对吧 你看它这个文法 其实理解起来还是有 一开始理解起来 就是不知道在理解什么东西 如果你去看它的例子 就很容易理解 对吧 比方说 X它是等于X加1的 然后XY 然后它是由就是XY X和Y这两个字互换一下 对吧 然后X就是结构体的 第三个例子就是结构体复制 中间那个Cons就是Constructor 然后X它是被复制为一个Left和Right 对吧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就有一点趣起来 就是这个地方就体现了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一个Pet matching 是因为如果X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整数值 那很明显这是不能够成功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Cons是一个有两个字段的结构体 对吧 然后如果X是一个整数呢 很明显它是不match 那不match呢 所以这个负值就会失败 对吧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 如果X它是一个有两个字段的结构体 而且这两个字段同时和Left和Right的类型相同 那么复制是可以成功的 就是Left是等于Right Left是等于Y的 Right是等于Z的 如果X是一个其他的类型 那就失败 对吧 然后同样的像Insert也是一样 Insert它作为一个结构体的构造名字 那也就是其实是等价于N 就是等于2乘以X加E 然后这里有一个错 这里面是N 然后然后它又更多进一步 举了这个空结构体的例子 比方说P 所以它就没有自断 没有自断 其实更像一个什么呢 更像于我们在购物语言人做的一个操作 就是往一个channel里面发送一个空的结构体 对吧 也如果往一个channel里面发一个空的结构体 一般是拿它用来做什么 当信号的 因为它没有额外的拷贝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空结构体也成为信号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也称作信号 同样的它反过来 如果把C负给P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C也是信号 那么是可以付出成功的 否则的话就失败 这个也是跟前面讲的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 第八个例子就体现了为什么PyToMatch会 会失败 是因为insert和has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体 是不允许复制它 所以就会失败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就是复制命令 接下来呢 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输入输出对吧 输入输出 也就是构源里面的channel 然后像输入指令 就是从source到一个 从源变量到一个目标变量 对吧 就相当于往右边划一个箭头是一样的 嗯 然后输出指令呢 那就是从它的表达式 然后到一个目的地的 destination 然后 这其实就是最开始的两个思想呢 就是问号是输入 然后感到是输出 那 那 现在来看这些例子 就是比方说一个card reader 就是这边是一个读者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读者 然后他 往 他这里接一个问号 然后他会往一个card image 去 发东西 就是输入进去 对吧 从左边输入到右边 然后这边的感到号呢 就是从右边输入到左边 对吧 右边输出到左边了 对 对吧 其实离语起来就很像的 对吧 就是我们常说的channel 这个 从card reader 然后发一个消息到card image 然后输出呢 就是从card image 然后这个channel呢 然后他接受一个值到line print 对吧 然后其实是 本质上是一样的 然后同样呢 这个x 第三个类型呢 它也是一样 就是问号嘛 所以就是从左边 然后到右边 那其实就是从过程x 因为x这个名字嘛 然后从左边这边接收两个值 然后负责给谁呢 负责给xy 对吧 然后div也是一样 然后他先把3a加b和13 然后接收出来 接收出来 然后发给谁呢 发给div 对吧 也就是从右边这个表达式 发给这个destination 同样的还有这些例子都很多了 就是像什么console i 然后问号c 就是像第1个console 因为打个括号就相当于他有好多个嘛 相当于一个数字 对吧 然后第1个console呢 然后它 它是 它会向第1个console 发送一个字符c 对吧 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 像像d j-1个console 然后发送字符 一个一个字符 对吧 然后还有像v 是一个空结合体 对吧 也是一个信号 那这个第7个例子 就是像d i个x 也是从d i个x 接收一个空的信号 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函数调用 就是接收到一个信号 然后接下来做任何事情 然后sam 发送一个信号 就是 你从右边到左边 然后把一个空的信号 发给sam 就是semaphorm 就是 你发了一个信号过去 就告诉别人 你现在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 对吧 好 那 这个就是 就是输出指令的一个 一个描述 在发论文里面的描述 然后这边 我这边留了一个思考 就是说 这两个 这样一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仔细看 x是被定义为 跟diy div有关的 一个过程 对吧 然后div呢 又是定义为一个跟x有关的过程 但x呢 是一个输出指令 div呢 又是一个输入指令 那其实相当于是说 x呢 他他会把 他会把这个 3a加b和13 输出给div 对吧 然后div呢 又会从x 接收一个 接收这两个字 然后复制给x和y 对吧 所以其实 像这样一条语句 它其实看上去 它是并发指行的 但其实它是一个顺序指行的过程 对吧 因为div 仅仅会当 x执行完毕之后 他才会接收到x和y的两个字 对吧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其实 读他这篇文章 其实就是理解你们现在变成语言吧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选择重复指令 比方说 他在这篇文章很简单的 就用一个信号 来表示for语句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地方 然后你for语句 对于每一个character 然后从west 然后输入一个字符 然后从east 接收一个字符 然后这也就引出了这个guarded command 也就是我们说的select 然后就是 后面这个command list 他当时警当这个guard 但是为dn的时候才会执行 那也就是说 前面比方说你看第三个例子 也就是说当时警当 这个字符c 已经发给了west 之后 已经从west接收完了之后 才会发给east 对吧 也就是如果你重复做这个过程 那把所有的字符都做一遍 其实就相当于把一个字符串 其实就相当于把一个字符串 复制到另外 从west复制一个字符串 到east 对吧 对吧 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加上一个select 对吧 就是就非常简单 然后所以像 比如说看看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循环 对吧 循环的时候 循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首先是从i等于0 对吧 然后一直循环 循环到 循环到 i小于size 然后这个content 第二个content 不等于n的时候 然后那就会执行i加1 否则的话 这个i加1就不会执行 这个循环就结束了 对吧 然后 所以 其实就是 更简单的描述你们语言吧 好 然后他还举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例子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在这里 我只是把它列出来 然后并没有并没有意图在把这里 在这个分享的时候讲清楚 是因为如果想要完整的把这篇文章理解透的话 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大概这个分享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 给你一个大概的思路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再去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可能会烧着很多弯路吧 好 然后 所以这其实就已经把整个语言都说完了 就是说你总结一下 其实这个语言只有哪些东西 就是分号 对吧 就是一条一条语句 并行算符 就是描述了多个过程之间可以并行的执行 复值 对吧 变量之间的复值 输入输出 对吧 就是发送和接收 选择算符 这个忘记讲了 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方括号 这个方括号 就是说它会连接两个guarded command 然后比方说你看这个比方说你看这个例子 对吧 这里有一个 我看那个例子比较合适 这个例子比较合适 比如说你看 x是大于等于y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把x复制给m 或者如果y是大于等于x的时候 那么就会把y复制给m 如果当x等于y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两个分子其实都成立的吧 它会随机选择一个分子 那么不管是m等于x 或者是m等于y 它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方括号 它连接的是两个guarded command 其实就是一个if-else 理解上来说就是一个if-else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select 在选择多个不同分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箭头后面的语句 当且仅当条件成立时才会被执行 也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这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这个语言其实是包括 我刚刚说到选择算符的吧 就是选择一个分子执行 然后首位算符就是一个箭头 就是前面的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才会执行后面的条件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重复 就是一个for循环 然后可能可能说了这么久 还是对这个理解这个语言 可能并不是特别深刻 然后接下来看一些例子 看一下它这个论文里面给的例子 帮助你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需要一个 为什么需要CSP 然后首先它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个斜程 那我们怎么做斜程呢 那就是一个Gorlten 对吧 Gorlten 那当时没有Gorl 那所以它当时叫做Corlten 就斜程 然后它给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问题来解决 你说问题一就是从West的过程 复制从West的过程输出的字符到East的过程 也就是复制一个字符算 对吧 然后它描述的这本语言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copy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做什么呢 做反复的做那个character 反复的去对这个character从West的输入 就是从West的接收过来嘛 然后再把它输出到这个East这个过程里面去 对吧 然后反复做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用gold来看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channel 然后这个channel会接收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呢 会一直不停的往这个East里面发 发完了之后再把East关掉 对吧 其实就很简单一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这个文章又给了另外一个例子 然后就是这篇文章就是不停的给这种例子 让你来理解这种语言为什么好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看 然后调整前面的程序 替换成对出现的这个信号 然后为两个成对出现的两个信号 然后为一个下上的箭头 假设最后一个字符不是的信号 那其实你看这个蓝色的这部分 其实就是选择 如果C它是一个信号 它是一个信号 那么就往East里面 从East里面接收对吧 然后如果不是信号的话 那就往East里面发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 看它这个语言可能更难理解 然后你其实就会往这边看 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如果C它不是一个信号 那我就往East里面发对吧 然后如果它是一个信号 那么我继续 它如果发完一个字符之后 我继续走 继续走之后就来到红色的部分 对吧 红色的部分同样还是一个if else 然后if else 如果接下来这个字符C 它是信号的话 然后呢 就是说 我再从East里面接一个 如果它不是信号 那就没有必要换成一个向上的箭头 如果它是信号 那我就往East里面输出一个向上的箭头 其实就是这篇论文 总的来说就是做很多很多的编程练习 然后它还给了甚至给了一个习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处理最后一个字符 它是信号的话 你怎么办呢 就是以基数个型号结尾的输入 那其实就只要考虑说 考虑这个绿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具体是什么 有兴趣你可以分享结束之后 我就去想一想 那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就举了很多很多非常无聊的例子了 这个虽然是有一点 需要需要一段时间思考 那我并不打算把这些东西都讲掉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看就行 像这个从一个卡片机里面读取内容 然后再输出到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这都是同样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样 像什么从将一个流失的字符串 从过程X打印到每行125个字符 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时候的显示器 只能够总纳125个字符 然后就发到一个line printer的一个缓存上 然后这个缓存就会输出到显示器上去显示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必要是用最后一行用空格填满 也就是说 假设你输出一篇文章的时候 那个文章 那个文章并不足以挫满一整行 那需要把一整行填满 用空格填满之后再输出到显示器上去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是做一个缓存环 然后先把它填充到这个缓存 缓存上去 然后再缓存满了 就是ident于125的时候 那就把那个缓存给输出到line printer 然后line printer就会送去显示 对吧 所以就反正是一些很简单的智力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引入 接下来这个reformat这个问题呢 就开始引入一些 就开始复用之前的一些过程了 比方说你看如果把这三个之前解决了三个过程 给它并行的执行起来 其实它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是按每80个字符的读 然后最后呢你把它输出到125个字符的缓存上 然后每个每80个字符呢它都会额外加一个空格 然后最后一行呢用空格来进行填充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复用不同的鞋存 比如说你刚才解决了一个鞋存 那能不能够把它们三个都一起串出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呢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它这个例子里面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就直接跳过了 反正就是需要动一下脑筋 然后解决一下比如说调整前面的程序 把这个箭头替换成成对出现的信号 其实就是把这个过程立一遍对吧 找过来做一遍 就是一样的 然后讨论完了复用过程 那它为了说明这个语言很强大 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做紫层 做数据结构 你甚至可以用一个gorlating来做数据结构 你想想 然后甚至可以用一个多个病发的gorlating来做地灰 那其实它的野心还是很强的对吧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 那怎么做一个紫层呢 或者说你怎么做一个数据表示呢 然后做紫层的话很简单 就是用户它有一个过程 然后你写的程序又有一个过程 然后那你怎么跟用户之间进行通信 那其实就是让你的紫层和用户的过程进行并发的执行 然后呢用户这个过程呢 然后呢用户这个过程呢 会往一个 往一个subroutine的一个channel里面发 发这个参数 然后呢再从这个再继续监听这个subroutine 再返回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然后你这个subroutine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从用户的一个用户过程 接收参数 然后咨询一些计算 咨询计算之后 再把这个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发展用户过程 就是这样子 这也就是一个这过程 是什么 然后那怎么做数据表示呢 也一样就是利用这个guarded command 就是你会因为因为输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patter match 比方说你是按方法1的数据发进去的 那你想你想你在写购源里面写select语句的时候 你case1 它是某个类型的时候你执行这个分子 另外一个类型的时候执行另外一个分子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当成是一个数据结构调用不同方法 也可以这样来思考问题 然后同样的他还说怎么做地规呢 那你有很多不同的子承对吧 假设你有你有1到rex limit 这么多个这么多个subrotein 然后呢用户呢会首先往subrotein1 里面就发一个参数 然后同时呢 递规呢 递规是怎么递规呢 就是subrotein1 会把结果发给subrotein2 会发给subrotein3 然后这样一直下去 然后再一个在最后返回 从subroteinn 然后再返回给subroteinn-1 再一直返回 返回到用户最开始调用的subrotein 也就是从subrotein这个地方再接收 接收最后的结果 就是低规得到的结果 所以有了这些概念之后 他又举了很多例子 比方说你怎么去求一个 做一个代表的处法 对吧 就是编写一个子承 然后才能够接收一个正处数和备处数 然后返回到它的伤和余数 那就是这样一个 首先 用户会往这个in channel里面发数据 然后呢 算好了这个 做好了处法之后 这个处法呢 会把这个3和余数 发给outrotein outrotein 然后呢 用户他同时又在监听outrotein 那就结束了 对吧 好 然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 叫什么 你怎么做低规呢 那这个阶层 阶层也就是 你从一个i-1 然后到i加1 i-1 其实他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例子 其实是有bug的 然后你这样挖紧的去写 按照他这个代码去写的时候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这边这个构词下的版本 也就是说 你会从i-1拿到一个n 然后如果n它是等于0的话 那其实就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算这个阶层的时候 他这个过程 地规过程其实已经结束了 那结束了之后呢 你就往他发一个1 然后 然后 i-1这个grotein 然后会把数据给i 然后再这样 地规然后再退回去 然后最后 用户呢 就会从他最开始调用的这个factor0 然后能够把那个数据给接收到 就是就是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怎么用goro team 时间来做一个地规嘛 好 然后接下来的例子就更复杂了 然后我并不打算讲 就是他花了很多很大的篇幅来讨论 怎么用goro team实现一个集合 比方说这个集合可以用insert 可以需要一个insert和has方法 如果你对这个具体实现感兴趣呢 我这里有一个实现的链接 你可以点去看一看 就是他会实现一个集合 然后呢这个集合是 比方说你怎么判断一个集合里面有没有数据呢 你会把这个has这个channel 然后当判断 这个有一个search方法 好像也是他论文里面说的 就是你有一个n 然后那个n能不能search到呢 search到了之后 就往这个has这个channel里面发true 然后也就是说用户他会其实在监听在这个has这个channel上 然后呢 也就相当于是调用了一个has方法 然后更明显的例子其实是在scan这里吧 对更明显的更更清晰的一个例子就是 用户在调用scan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他在不停的不停的从这个content里面接收数据出来 对吧 所以也相当于是调用了一个 调用了一个receive所有元素的一个方法 然后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读一看一看这个代码 我们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就是写这个代码也是花了很很长时间的去思考 他原作者到底需要想表达什么意思 然后最后两个章节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做监控和调度 监控就是就是一个一直在运行的一个growth team对吧 他可以他可以被想成是多一个growth team 你可以想成是多个growth team 然后当用户需要往这个growth team发数据的时候 这个growth team总是ready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举了个例子 如果用户他在往一个监控过程发数据的时候 那监控过程如果来不及拿到这个数据的话怎么办呢 他就做了很多个replica 然后每当需要的时候呢 每当往这个监控发数据的时候 这个监控总是能够处理这个数据 然后把结果返回给用户用户过程 如果两个用户过程都往同一个监控发的话 那其实guided command就保证了保证了说如果总有一个新来后到的顺序 对吧 因为guided command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好 然后 再然后他就举了一个 因为这篇文章里面假设的是 这个输入数据就是没有buff的对吧 然后他很明显就想考虑到了 那如果有一个buff怎么办呢 那有buff的channel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原语呢 到底是不是编成语言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呢 那其实不是对吧 你是可以通过 你是可以通过unbuff的channel来实现一个buff的channel 好 所以他也举了这样一个完美的例子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考虑考虑怎么去把它这个程序用够语言实现一下 然后他也讨论了像信号量 然后一个p操作和v操作对吧 就v操作的时候就把这个信号量加1 然后p操作的话呢 如果p操作仅当这个信号量大于0的时候 他在减1 或者的话他就不会 他这个减1过程不会执行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信号量的实现 非常简单 然后进而他又讨论了哲学家进餐问题 哲学家进餐问题 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过程 像哲学家 哲学家是干什么呢 哲学家首先他要思考一下 哲学家总在思考 然后他进了一个房间 进了一个房间之后呢 他拿起一个fork 就拿了一个叉子 拿了一个叉子之后呢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他前面 他的左边的叉子拿起 再把右边的叉子拿起来 然后呢吃饭 吃完饭之后呢 再把左边的叉子放下 然后把右边的叉子放下 然后从房子里面出去 这就是哲学家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叉子的行为是什么呢 叉子是首先被哲学家拿起 拿起之后呢 就会被哲学家放下 然后呢要么呢就是 这是左边的这个过程 左边的叉子 然后呢 右边的叉子呢 就是被哲学家 也就是拿起 然后又是放下 那房间呢 房间也就是哲学家进入 然后那房间里面的人数就加一 哲学家退出 那房间的人数就减一 然后你把这三个过程并行起来 就实现了一个哲学家进餐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符合逻辑 对吧 非常非常有感觉 如果你是用 你不用这个输入输出的话 可能不太不太那么符合直觉吧 可能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他这边文章 用这个很复杂的问题来说明 他这个语言很很强大的 然后最后 最后一个章节呢 他讨论了你怎么怎么用channel 来实现速速塞法 然后这个例子就很复杂了 我也我也不打算讲 然后最复杂的是这个矩阵乘法 这个想法非常天才 他怎么想的呢 他就说矩阵 比方说他说的是一个33的矩阵乘法 那他额外增加了 增加了12个 12个入口 就是说数据呢 数据呢是会从 数据呢比方说会从左边进入 或者呢会从上面进入 然后呢这个数据的流向 就会从左边往右边流 数据呢会从上面往下面流 如果你要做 如果你要做 举顿乘法的话 那其实就是 获取下面的和右边的数据 对吧 所以你看 West就是 左边的路口就是这边 就是West 然后North就是上边的路口 然后East就是右边的路口 South是下面的路口 Center就是中间的 这些不同的channel的 这些矩阵的元素 对吧 是一个33的矩阵吧 然后呢你怎么实现呢 就是 你怎么能够结束这个乘法呢 就访问 最下面这三个元素 你就能够访问说 比方说你拿一个向量 一个横向的向量 一个横向量 去乘一个矩阵 然后最后拿到这三个 拿到这三个字 然后拿 用一个横向量 用一个列向量 去乘一个33矩阵 然后就拿了这三个字 就拿到了矩阵成法的结果 对吧 然后其实就是这样 数据从左边 然后流到右边 然后跟上面的数据结合 然后继续往下走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矩阵成法 所以他这个例子 觉得很有挑战性 很难理解 很难在直接讲 就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如果你要这样 把你实现的话 你会可能会费点闹劲 好 然后那这篇文章 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把他这边 这些所有历史结束完了 之后 你就基本上 把这篇文章读完了 虽然他最后 还花了一点篇幅解释 这些设计 为什么这么设计 的一些原因 但是其实并不重要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说过了什么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 在这么多并行的里面 他其实是没有对这个Channel 进行命名的 比方说我们随便跳到前面去一个 他其实只是对过程命名 对吧 比方说他 他这个问号 其实接的是谁 问号 是像一个过程 对吧 相当于 他直接就默认了 你会把数据 发给了一个过程 而不是发给Channel 所以这其实是跟我们构源里面所理解的Channel 是有名字的 是像矛盾的 对吧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Tony Hall 他在提出CSP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想清楚 并没有想清楚 说到底要不要一个Channel 他其实内心里面 是想的是有一个Channel 但是其实他最开始设论文写的时候 并没有对Channel命名 然后这是第一个缺陷 那为什么这个会算出一个缺陷呢 是因为你想吧 如果你必须要知道与你通信的这个过程的名字 那么你是基本上不可能写一个库的 对吧 你没有办法写一个封装性良好的 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在跟谁发消息 对吧 那如果你要知道 你要你要知道你跟谁发消息 那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实际上封装了 然后这是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个缺点呢 是他在后面的文章里面 就是这个CSP1985 他1985年提出了第二个CSP的版本 那时候提出了一个缺点 但是这个暂时我们聊不起来 我们有机会的话 下次看CSP1985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聊一聊这个缺陷 但总之呢 就是CSP的第一个版本 没有对Channel命名 其实就跟ACTOR很像 对吧 然后第二个缺陷就是 他的重复指令的综合性很模糊 就是他没有明确 他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明确 明确聊 他到底这个程序会不会终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说CSP理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就是他可以形式化地验证 一个程序有没有终止下来 对吧 也可以形式化地验证你这个程序的正确性 但是很明显他第一篇文章里面 其实并没有聊到说这个重复指令 到底到底是会不会终止 那也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做重复 他倒是这篇文章里面倒是提了一句说 重复指令会默认这个guarded command 如果guarded command能够终止 那么这个repeated command就终止了 这个假设其实很强对吧 因为你怎么能够保证 保证这个guarded command 他能够终止 然后所有的都终止 其实是做不到的一点 所以他最后在1985的 就是他随后提出了第二个CSP的版本 之后就把这个调节削弱了 就是说我们直接假设 指过程一定会终止 如果不终止的话 程序就有问题 就把这个条件削弱 所以这也是他第一篇 提出CSP理论的一个缺点 也算是 也就是说他定义和实现起来很复杂 因为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明确的定义说 什么时候终止 什么时候不终止 只能说你就直接假设 它终止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 所以 所以缺点之二就是正确 证明程序的正确性的方法 没有变得更简单 就是因为 你定义上都说不清楚 那 形式化的方法就更做不起来 然后总结一下吧 就是读完这篇文章 那我们其实收获了一些什么点呢 比如说第一点就是 Channel其实并没有被显示的明明 我们说CSP很厉害 说CSP是基于Channel的一个理论 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原作者并没有思考清楚 并没有知道说Channel应该被显示明明 所以第一点就是Channel没有被显示明明 第二点就是Channel没有缓冲 原作者的想法是Channel是不应该有缓冲的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同步原域来使用的 那如果有缓冲的话那就不同步了 对吧 然后但很明显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 就是在文章里面不是之前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unbuffed channel来实现 一个buffed channel 所以也就是第三点 buffed channel它并不是一种基本的编程原域 而是可以使用unbuffed channel来实现的 然后guarded command它等价于if和select语句的组合 它可以作为if也可以作为select 但是它的区别跟只有一个if的区别就是 它的分支在触发的时候是随机的 如果多个分支都是可以成功的话 也就是对于我们用select这个语句的时候 所能得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如果两个channel同时数据有效的时候 选择谁来执行呢 随机选择一个 然后第六点repeated command 它是一个无条件的for循环对吧 你可以看到刚才它只是用了一个信号来做这个循环 那最后条件其实并没有写在这个信号里面 而是通过外面初始化一个i变量 然后里面来不断的增加这个i变量 然后来判断什么时候应该终止这个循环 然后第七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缺陷 就是对程序终止性的讨论其实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作者自己都没有想清楚 在这篇文章里面自己都没有想清楚 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对程序的终止性做一个讨论 所以这篇作为一个开创性的文章 其实也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缺陷的 然后第八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 channel没有没有显示的对channel进行命名 这个很容易就跟我们已经知道的actor模型 来进行混淆 因为csd和actor之间在csd1978这个版本里面 channel没有被显示命名 然后那区别在哪呢 区别就在csd和actor之间均存在40级通信 区别在于actor支持异部消息通信 也就是说他可以有一个buff 他在actor提出的时候就一个buff 但是csd1978是一个同步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buff 也没有一个命名 就是等到你什么时候可以接收我的数据了 我再继续执行 好 然后那这基本上就是我这次分享吧 然后这里QA的话就是我回答了一下 他在这个gethubissue里面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提出了几个问题 Tony Hall提出的csd的实在背景是什么呀 是变形阶段人兴起 那这个理论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它是一种面向变形过程的演算代数 然后那是否真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gold基于channel的一个同步方式呢 不是 是因为早期的设计里面 在这个版本的设计里面 channel并没有命名 然后csd1978早期认为存在什么缺陷 那这个你就可以参考这一页 它现在的缺陷是什么 一个是没有对channel命名 另一个就是重复 重复之类的重织性 就是程序的重织性是没有说清楚 好 最后有一些参考文献吧 这个就是当你看完了第一篇文章之后 就是这个1978年这篇文章之后 你接下来可以看后面的文章 就是这个关于csp的正儿八经的形式化的理论 然后tony whore之后对csp做了哪些改进 这个形式化的理论到底是怎样一个演算过程 怎样一个代数演算 然后以及csp ccs还有lotaos的三个并发的模型上面 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 这些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读 然后如果你特别对并行计算感兴趣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里推荐了四本的书籍 一个是并行编程的并发编程的起源 The origin of concurrent programming tony whore的1985的这篇文章 其实就是在你现在在网上搜也可以搜到 然后还有这本也是对csp理论的一个改进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cy 然后最后一个是对tony whore的 他生平工作的一个总结 有进去的话都是跟这些书都是非常跟并发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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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联系紧密的四本书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好吧那我这次分享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问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今天结束战斗了 是需要消化一下 因为这篇文章确实不是很好懂 我也没有打算能把这篇文章讲懂 因为确实是大牛写的文章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消化 你可以试着把他这个描述的这门语言 这些例子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例子都理解一下 然后呢尝试把他的每一个过程实现 用各语言实现一下 然后就基本上就可以有很深刻的理解 这个不是这个没有理论 他第一篇文章里面就是讲了一个新的编程影片 一点理论都没有 你看嘛最开始他就只是讲了一些文法 对吧 像这些你怎么写一个变形指令 怎么写一个复制指令 怎么写书出这些 然后最后就教你写程序 就是用写程序的方式 一个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 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为什么这么设计 最开始不是说了吗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写出并行的方法 比方说共享内存 条件临界区 信号量这些都是写并行 做并行同步言语的方式嘛 然后 Tony Hall说不行 我不同意你们 我就是要自己搞一个 然后我觉得你们做的都是垃圾 然后我做的才牛逼 然后他最后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简洁的设计 就是说只用了只用了六个六个结构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就可以实现就可以实现图灵完备性嘛 当然这种文章放在现在肯定是没有人会接受的 只有大佬写的文章才会真正的被接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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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结束了 垃圾 黄 Council 给我 连